狼队4比2战胜北京微博 胜者组决赛依旧是狼心大战 在狼队与微博的这场比赛 花卷再次成为了药的背景板 上次的沈梦西被轻轻秀了 在同样的位置 这次的活舞又被小胖给秀了 药也成为了花卷的一生之敌 活舞来了 还想秀 不足活舞 天生 被动踢上去 回头这一个扇子走位 空掉了 空掉了这一扇子 没饿小胖 不然再过来接应一下 小胖还走了 微博今天已经打得很不错了 但关键时刻还要控制一下失误 第一把微博的阵容很完美 蒙田加工本还能一起拿到 开局三分钟 狼队抢龙未果 子墨的蒙田大招顶进去拿下双杀 微博在前期的几波团都打赢了 随后不断地拿资源把经济拉开 在比赛14分钟的一波团战 微博先打出一换三 然后推掉水晶 第二把狼队拿出大桥老夫子体系 微博拿出张飞加西失去针队 前期双方打得十分胶着 微博刚打赢了一波 狼队反手又打了回去 打出了回合制游戏的感觉 在比赛21分钟 双方一波团先打成了一换一 但是狼队三人卡住了微博的四人 这波微博正面是四打三却不敢打 让小胖一个人收掉了风暴龙王 狼队有龙王buff加持 最后一波团灭了微博推掉水晶 第三把狼队把BP做得很绝 拿出守约家莫子佳沈梦希 乔西的小鲁班很难存活 这把微博在前期就被打崩了 而且很容易被情绪牵制 微博的韧性很强 逆风这么大还拖到了大后期 但三路高地已经掉了 此时的狼队也不太好进攻 只能把微博放出来打 但是暖阳的一波绕后被发现了 微博被打残了两人 还硬着头皮开团 点一手 不要就能逼通上去 走掉了 在接一手 但子墨这一波看能不能走掉 远距离给一枪被小棒的红buff持续的黏着 幸运再给一个链子 格龙坑救了下来 乔西在朝里回头点一下 逼中了翻转一个闪现 幸运这波再跟进去给一个大招把他拉了过来 但是子墨扛不住了 关羽这波是一个绕后的位 刚好绕进去 远距离还加上了一局 直接打出了第一条命 关羽再来一刀 有名刀 但是最终项羽还是跟上的输出 收掉了乔西 狼队打出零换三之后 最终推掉水晶 第四把微博拿出了马超阿古朵 双方在前期又是大乱斗 进入了回合制游戏 前期狼队经济领先 但是微博蹲草抓到了一波机会 小胖的纳可露露一屁股坐下来 草里面直接出来五个人 这波打掉了狼队的上野 微博瞬间把节奏反转了 在比赛二十分钟 狼队来了一波空长计 兵线不管直接强开风暴龙王 子墨的马超抓到了机会 直取狼队水晶 但这一波风暴龙王想过来抢 翻翻打风暴龙王抢到了 但是北京人不想放你走 家里有兵线了 对不想放你走 上光丸直接上天 上线天脸 要变掉了 但是李远方跟了过来 补了一发普攻 让我们恭喜北京微博 二比二了 把比分翻屏 第五把子墨的关羽有点顶 在上路的一波 直接把小胖推到了塔下 但是弗莱马上还以颜色 一打2A闪把蓝龙王拉到了塔下 子墨想为星宇报仇 把弗莱打到了私血 但是项羽的一行支援了过来 收掉了关羽 但这波关羽也开箭 猪八角二技能断了个马腿 再顶回来 还想找机会 在比赛16分钟 狼队收掉了暗影主宰 微博卡住了位置 推掉了中二塔 但是小胖找到了一波机会 塔士也利用兵线突进 秒掉了乔西 狼队带着暗影之镜 在下路推进 腰刀的鲁斑压制力太强 微博只能用命去倾线 狼队打对方 持续掉点直接一波 第六把微博的手法顶不住了 在中路的一波花卷的活舞扇子空了 让小胖的要撕血逃生 随后在上路的一波 小胖心事撕血反杀了暖羊 然后走位又把花卷秀了 变人形 他在A一下小胖拉扯回去再回头 一个大刀灰尘 收掉了 暖羊 火舞来了 还想秀 不住火舞 天生被动踢上去 回头这一个扇子走位 空掉了 空掉了这一扇子 没饿小胖 不然再过来接一一下 小胖还走了 微博的阵容只要劣势 就没有守线能力了 狼队推掉三路高地后 微博都不敢守了 兵线直接放进了水晶 最后被狼队直接强行点掉了 微博输掉后 调到了败者组 将与AG和KSG的胜者交手 而胜者组决赛依旧是狼心大战 小胖现在的表现也还不错 狼心大战应该会更加精彩